你干什么 我是来给柴先生请安的 让他进来 柴先生好 我听说昨天夜里 阿四去我家找我 说您找我有事 刚好我昨天晚上不在家 我今天一大早听说了 我就赶紧过来拜访您 不知道柴先生找我什么事啊 少给我装糊涂 瞧您说的 我能装什么糊涂啊 柴先生 我真不知道什么事 昨天晚上 到大染房干什么去了 昨天晚上大 昨天晚上我在大染房 看见有两拨人打架 基础有一拨被打得特别惨 我实在看不过去 我就帮忙把那个人给救出去了 那个人 你认识吗 不认识啊 真的不认识 我对天发誓真不认识 我问你 昨天晚上在大染房 你看见阿四了没有 阿四 没有啊 你 你 你别跟我撒谎 柴先生 我 我明白了 昨天夜里 是您要在大染房做事啊 我我我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要知道了 我绝不出手 柴 柴先生 柴先生 你你原谅我 不知者不罪 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在江州 还没有人敢坏我的事 不管是有意和无意的 你小子 竟敢坏我的规矩 我我 来人 在 把他给我做了 是 是 不不不不 不不不 等等 柴先生 等等 我有话要说 临终遗言 对对对对 我 我有样东西给您看 怎么着 小巴辣子 你想耍我 不不不 没有没有没有 柴先生 请看 小巴辣子 你想杀我 不不不 没有 我不敢 我绝对不敢 我是想让您知道 就算你现在想杀我 我也绝不还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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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辣子 这手上的功夫 了得 了得呀 坐 陈先生 小巴辣子不敢 叫你坐你就坐嘛 小巴辣子 我再问你 你真的不知道 昨天晚上被你救的 那个人是谁吗 我要是知道 天打雷劈 你也不知道 要杀他的那个人是谁 对吧 我拿我杨家的祖先起事 我没有看到 小巴辣子 起起起起起来 那这事 咱来以后 谁都不能再提了 你呀 就只当做了个梦 你 陈先生 还请您 放我一马 这话辣子 吃吧 坐下吃吧 你玩没玩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你干什么去啊 我找人 我也找人 你找谁 你找谁 我就找谁 你烦不烦呀 你找你的 别跟着我 我又知道去哪里找 我还用跟着你呀 我耽误了 小巴是我弟弟 我心里比你还着急 你烦不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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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 柴宝 杨小巴呢 什么东西 帮主的名字 也是你叫的 人取名字 就是让人叫的 不懂规矩的东西 张嘴 帮主恕罪 恕罪啊 小孩子不懂事啊 我在这里赔礼道歉了 赔礼道歉了 这不是杨宝掌吗 这里 他是你什么人哪 你女儿 说什么呢你 他是我 我未过门的弟媳妇 杨宝掌 这小巴辣子的媳妇 没想到啊 这么伶牙俐齿啊 好 好 好 小巴辣子 小巴辣子 这下你的日子 可就热闹了 热不热闹 那是我们的事 小巴辣子呢 个子巴大点 胆子不小 好 有个性 我喜欢 这个小巴辣子 也该有这么个厉害的媳妇 给管着 这还像个帮主说的话 有眼光 我跟小巴辣子 就是天生一对 不许多 老公刚离开一会儿了 就耐不住寂寞了 要学那个 孟江女千里寻夫是不是 这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一下没看住 没准跑到哪个 狐狸进那儿去 你跟柴帮主讲话 你不许放肆 杨宝掌没事没事啊 这个小巴辣子啊 你男人 今天是我把他请到这儿 来喝茶一试的 走了半个时辰了都 走了 真的 没回家 这会儿啊 说不定真在那个 狐狸精的床上呢 这是开玩笑的 来 杨宝掌 小孩子 失礼 失礼 改天我请您 给我早茶啊 早茶